小焦 三十年前 我就覺得你應該來搶我們的飯碗 以你對音樂的理解 沒想到這件事情你走了這麼久 到現在才出專輯 很替你高興 對我來講 你應該來搶我們的飯碗 小焦是紅色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在我從認識他 當DJ開始 然後一直到變節目主持人 然後到變成奇異癖好 的各種收集者 他對生命都有一種像一團火 一樣的熱情 然後那個一團火也支撐他在這個行業裡 變成一個有個性 可是又充滿爭議的人 所以我覺得紅色特別像他 喜歡紅色的人特別喜歡 不喜歡的人覺得他很刺眼 所以你是紅色的黃子嬌 有一個故事就是焦焦常提到的 但是我其實已經有點忘了 就是他常會說到 我的第一個專輯的演唱會的 這個主持人是找的焦焦來主持 他說他那時候很高興 但對我來講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去做電台採訪的時候 焦焦是能夠聽到音樂細節的人 雖然當時大家都把我定義成偶像歌手 但是因為做我的專輯的都是像 童安格啊小蟲啊 然後在當時都是 雖然很多人那時候把我定義成偶像歌手 但是事實上做我的專輯有像 薛月老師 然後黃書俊 張宇生 再來比如說像童安格小蟲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有音樂風格的音樂人 那我覺得焦焦似乎是能從那個偶像的包裝下面去聽到音樂的本質 所以當時我就會覺得說如果他來做我的記者會 他是能夠把我真正想要表達的音樂還有歌詞傳遞給別人 我覺得他最棒的是他一直有注意到我的歌詞都是我寫的 而且他能夠讀到歌詞裡面的故事 也是這種敏銳度我覺得讓他在音樂這個角色上面 也就是作為音樂的主持人來講 他幾乎是無人能夠取代的 我其實真的沒有那麼棒 但是我確實是很有事 也許我的專輯不太可能入圍什麼金曲獎 但如果我繼續這麼努力的話 搞不好我會得到特別貢獻獎 對 就像安妮姐講的他可能忘記了或者是我記錯了 但我確實有一個印象是 我在還沒有接觸到唱片圈的記者會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代有很多大排DJ 那唱片公司都一定要巴結這些人 像羅小雲小雲姐 他可能一天要趕兩三場 然後收入之高 可是你不找他不行 因為他就是權威嘛 我只能在旁邊這樣撿他沒空的 或他不要的 然後很難有機會說真的能夠登大雅之堂 所以我一直記得是 一能靜姐姐第一個找我做唱片記者會 當然我可能這個記憶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對 他也不記得 但是確實我是他的粉絲 這個是千真萬確的 當年我出道前幾年他已經很紅了 我和你從陌生到熟悉 這種非主打歌我都會唱 太陽眼睛之類的 然後當然更不要說 剛剛這是飛碟時期的 後來他還有 反正他太多了啦 就什麼悲傷朱莉耶 落入凡間的精靈啊 我是貓啊 我當時就是他的粉絲 我就是買他的專輯 我覺得他好漂亮 好美 後來我入行之後 我還有一個回憶 好像是從出外景 我是主持他是嘉賓吧 然後從一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然後大家要搭不同的計程車 然後我就非常有榮幸的 跟他坐同一輛計程車 坐在後座跟他坐在一起 你知道那種小路亂撞 好想追他啊 沒有開玩笑 就是你跟你自己的 覺得好漂亮的女神 一起坐在一台計程車上面耶 我真的有這個印象耶 那記者會也真的是好像有這個印象耶 所以不管他就是我的貴人 也是我那時候的偶像 前陣子在愛之日常音樂節 也唱了《悲傷朱莉葉》 把他唱得比較rock一點 雖然感覺很強悍 可是心中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感恩的回憶 而且 如同他講的 他有很多的音樂的作品 都是來自很厲害的音樂高手 我也很喜歡一首歌叫《金金擁抱我》 金金擁抱我 哎呀好久沒有聽了 下次拿來電台播一下 他的唱腔跟外型很容易被歸類到偶像 可是事實上他對音樂的理解 或者是他對於音樂才子的慧眼 我認為他是非常非常專業的 所以 OK就像他講紅色很容易有爭議 但也很搶眼 其實安妮姐也是 她應該也是紅色 可是我這個人是這樣的 我覺得如果今天我們能夠站在這裡 可以說些什麼 表演什麼 講 唱 演 他的前提是 要專業 所以如果以專業的歌手來講的話 他絕對是一個專業的歌手跟音樂人 這點我到現在還是非常的欣賞 也謝謝他給了我青春時期很多的 對於美女的想像還有才女的想像 有機會你們一定要把他以前的歌找出來 研究研究 挺有意思的 謝謝安妮姐